好了,我們講講我最熟悉的課 為什麼你這麼熟悉的課呢? 因為我二十多年前已經開始很有興趣 講殭屍和吸血鬼 因為原來講這兩件事 一寫Undead的時候 它伸延到很多領域 社會學、哲學、文化層面很多 在這個設立點也很有趣 如果要講哲學 要學術性地講得很悶 很多女生說香港要教哲學 其實她不知道真的讀哲學史悶到你暈 悶到趴街 因為那些思考是另一個想法 另一個訓練來的 但我覺得很過癮 跳出自己本身想法的方法 用另一套方法想法是多麼過癮 但我覺得在這個赤點 講殭屍或吸血鬼 本身她有一個興趣 因為她是一種 人也不能說她沒有了這件事 也不能說沒有Undead 又很期望又不死 但是因為這樣 引致到各個文化裡面 都有些不死物 中國是一個投射來的 是一個心理的投射來的 譬如說中學殭屍 中學殭屍其實很早都有 不過在清朝的時候 這個最多 最大的證據 就是因為在清朝的筆記小說 很多本裡面都有殭屍的傳說 其實殭屍跟不死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她是不死 因為她已經沒有意識 她是給導師點她的傷害痕 但她也是不死 即是她是一種不死物 即是等於Zombie Zombie也是我們說過上次 喪屍都是不死物 Vampire即吸血鬼都是不死物 每個地方都有她的不死物 這不就是代表民族或文化對人死亡的信任 恐懼或信任 所以殭屍在中國 現在的裝扮為何是清裝 這個大家都認為是 那是官服來的 是官服來的 官才有資格做殭屍 是因為當年清朝的時候 還有一種生活習慣 就是對於父母很尊敬 希望她死的時候入棺材 那件獸衣是穿官服 即是不是官 死都被她做了做官 對 那這是怎樣做官呢 即是了她的心願 或者是出來出賓的時候好看 那為什麼她會有官服穿呢 買回來的 售衣的官服便宜 不是 買個官回來先 明白 買個官回來先 有了官可以賣 買官賣官 那些官是沒有名字 不是好像現在 我們某些國家裏面 行政長官 不是 那些軍隊買個官回來 原來是發達的 做生意的 虛咸來的 現在是虛咸 最高都是買到三品 最高都是三品 不會超過的 通常窮窮地 加年蜜味 是九品 四、五品都可以 沒有那麼老搭買個九品 那麼老搭 我爸爸報夢 沒有那麼老搭 不是 可以買個前七品 好過網 沒錯 沒錯 你看到米蘭那些人 有時裝賬 也有一件壽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呀 是呀 不過呢 你現在再去看 很多 譬如去到馬拉 那些舊城 見到一些中國人 他很多時候 拍照 那些舊照 都會拍到 穿了官服 都是買回來的 買回來的 買回來的 在家裡也先穿 等死 不是 穿了才是威風的 現在很多女士 沒有結婚 都會拍照 認證婚紗賞 這麼瘦頭的東西 都會做 這麼瘦頭的東西 真的很可憐 但那些上海佬 就穿水雨落街吃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是一個謎 我都不明白 當時 為什麼會有這個傳說 因為 譬如說這些筆記小說裡面 譬如說 《月眉土堂筆記》 譬如說 《紙筆語》 或《逐紙筆語》 裡面 有很多聽回來的故事 那時候 流行這種很短的 叫做筆記小說 即是說 等於現在的記者 有些採訪 採訪之後 他就很短寫了 一段段仔 就很容易消化 很容易消化 那一定會加上那個作者 很多想像能力 的意見 是的 還有很多 以而傳而 愈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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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鬼故 你知道 鬼故 一定要加不加醋 是嗎 接著呢 下個就當作是真的 是啊 那時候 那些人 如果是 寫了之後 這個很有趣 我們西方也是這樣說的 有隻貓 跳過 黑貓 跳過的屍體 會使得屍體翻生 西方也是這樣嗎 西方也是有這個傳說的 但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中國的筆記小說都有 很有可能呢 在清朝的時候 開始 這個 西洋 傳教師 很多有 這些傳說 可能處於中國 好了 加上了很多中國的 以前的傳說 說呢 吸收了 太陰的 力量 又吸收了 地氣 又吸收了 一些什麼 山林 山林裡面的 那些 漿氣 那些 那些 威氣 散氣 因為呢 因為 因為有很多 真是奇怪 他以前說 才能解釋到 為什麼那些詩 放在這裡 不化呢 真是 解釋不到 在那時候的科學 解釋不到 其實很簡單 現在的 地理有關 乾燥 很遠都沒有一條河 或者地下水 又不流到 或者有些化學物質 像張老那些 對 影響到那裡 挖出來 沒有事 幾百年都沒有事 或者有些時候 建的墳墓 建得很棒 防水做的 是的 它是用一種 金絲藍 是的 那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在廣東 找一個墳墓 差不多八幾二百年 它的墳墓是用糯米 糯米 糯米 你聽過了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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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糯米 和石灰 所以人們說薑絲很討厭糯米 因為防水會撕出來 沒錯 它整個包 就像 Superman那些黑器 咦 不是啊 就是葉鹹魚 塞在米上 不是啊 它意思就是薑絲不會離開那個害人 可能是 你說整個棺木塞了米 整個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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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石灰 還有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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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了糯米 將石灰 或者蠔殼 或者磨了粉的海產 蠔啊 或者那些叫做 即是出現一個包東西 是的 很壯陽 那些人 那些人 後來要鑿開這個 鑿蠔 鑿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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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現在我們說鑿蝦蝦 都很困難 黏得很緊 因為它原來越整越緊 它越整越緊 它越整越緊 它整得不緊 怕它跳出來 不是 它怕它施變 又怕水進去 然後呢 浸著那個 倒先 又怕人倒霧 又怕人倒霧 幾十樣東西 那時候 但是現在呢 因為它封得這麼緊 鑿蝦 一滴空氣都沒有 所以保存到 保存到 它鑿蝦 鑿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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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沒有任何細菌 細菌都生不了 這樣就不會腐壞 沒事的 肌肉一直收縮 當然收到之後 是一個骷髏頭 乾了 乾絲 蠟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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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蠟鴨是油膩膩的 但是呢 靚的木 也有這個效果 有有 靚的木就是花學的問題 紫壇 金絲藍 或者叫沉香木 當然要大戶人家 好搭水那些 那些木 本身是一種香料 香味 很密 還有抗菌 所以如果那個地方 本身不濕 土地 都可能做到這個效果 那時候 木乃伊也有用這些 抹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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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塗屍體 內外 當然 在埃及裏面 做木乃伊也 到現在 都是一個很高級的 科學的方法 首先把內臟 抹躍 抹躍 有勾 最難就是 腦眼 裡面的軟組織 莫非 埃及人認為人 不是用腦去思考 用心去思考 對 真心信是這樣 是啊 因為他們那時候 不是說死了 要去到 Nubis 清 就是心 就是羽毛 但現在科學 就是用腦去思考 當然 但問題就是 是不是我們現在的科學 其實是有些缺失呢 因為 就算中國 都認為用心去思考 賣 因為我們看字 就知道 哇 我心想 你這個混蛋 那些人經常都心想 沒錯 應該說出很大部分 我心想 這個最初前 因為佛教有另一個看法 就是 如果 心經 沒有眼耳 鼻舌 真意 沒有色聲 香味觸法 意思就是說 當你 全靠你所有的 感受器 即是 接觸的眼 最外的觸感 當你全部都關掉 當然不是說你變成植物人 那些關掉 你怎知道植物人沒有想 意思就是 即是一樣 你一直把你的注意力 這些逐格的空間關掉 你把你的注意力向內領 那你怎樣向內領呢 那你就不一邊想 那你不一邊想 我裡面的隻瓜 然後我的胃在哪裏 你不就這樣想 而是可能專注在呼吸 專注在呼吸上面 因為你的腦 你的 mind 你不停跳來跳去 我們每個都是這樣的 但是你怎樣能夠 教他 乖 你坐頂頂 你怎樣叫他坐頂頂呢 就是叫他關著自己的呼吸 你關一關 那你就會把這些 接觸的肌肉 盡量 封閉 如果你真的成功到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剛剛要下車 哎呀 你會錯了 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在車上睡著 你這樣睡著嗎 在車上是不可以完全睡著的 都是那個境界 因為把東西關掉 我們想休息一下 就是 你會去到 就發現 原來好像不是用腦去想 對的 這個是東方人和西方人 很大的分別 也是所謂的殭屍和吸血鬼 最大的分別 因為 在西方 譬如是吸血鬼 為什麼叫 因為我們譯為吸血鬼 會這樣排 所以當然 它是在歐洲 尤其是東歐的一種傳說 但是它最重要就是吸血 為什麼吸血鬼 因為它那時候的理論 就是說 人的生命在血裡 所以吸血是吸另外一種新的生命 就是補充自己 補充自己 補充自己 生命在血裡 在猶太人都是這樣說 因為 耶穌說 喝這個酒代表補血 就是我的生命 這個便包就是我的肉 這個也是 血肉 也是一個從生命裡 但是中國人剛剛相反 中國人說 這個人是氣 他說斷了氣 他說 不是瘋了血 是不是瘋了血 我停了驚 斷了氣 斷了氣也是死 就是死 就是死 他那邊就說 生命在血裡 覺得 他是很自然的人生的科學 就是 人流血流得多 他自然會死 因為可能西方那些生活 古代的生活比較野蠻 東方那些人 比較斯文 所以死那一刻就斷氣 偉佬可能全部被野獸咬 施殺等死 沒有血而死 所以他會看得多些 不是在古代中國叫做吳野蠻嗎 不是 印度真的要去講氣 中國先進過西方 當然有 但是氣 就變成了一種很抽象的生命 它不是一定 現在我們呼吸裡面 呼出和吸入 即不是空氣 不是空氣 是一種很抽象的物體 剛才你說的那個 氣的循環 就是一個抽象的氣 或者說 經過大周天 小周天 都是一道氣 但是那個是否真的 現在我們在說 吸入的空氣 即是煞氣也不是那個氣 不是那個氣 煞氣也不是那個氣 我們氣不順 等於到中氣 都不是這個 現在我們那條空氣 所以這個就是中國的殭屍 和西方的吸入鬼 最大分別 你說中國的更抽象 精氣神 對 三樣東西 雲柏 大佬一堆 全部都涼化不了 尤其是精氣神的精 不是我們現在說的 不是你所想的 那些 不是你所想的 那些 不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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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試著喝的 打死你 是 沒有一句看 精氣神 三樣東西都抽象 是 但是道家 就在說這三樣東西 一個人 能夠 有 其他立 即是生存在 這個世界 就是靠這三樣東西 起碼 你那個精神 要氣在這裏 那個神又不是說是神 是一種 你那個 內在的能力 嗯 嗯 氣就更加抽象 嗯 感覺到它有在 但是呢 你又吐到氣 但是你沒有骨氣 你一定做不到 沒錯 骨氣就更加難搞 Bone air 是 鬼佬沒有這件事 是 是 他不是這樣翻譯 他有這個意思 即是 Integrity 反而更翻譯 更精準一點 但是中國 因為經常都用了那個字 就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所以更難搞 是 所以 這兩種不死物 其實都是在 倒毀生人的 生命的能力 譬如吸血鬼 就是要 咬你 吸血 咬的東西 是有學問的 不是說 隨便咬一個人的頸 就吸血管 對 是咬靜脈 不能咬動物 一咬動物 新疆絲不適合你 一咬動物 噴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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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要吸進去 靜脈 還有 最早在 例如說 Brown Stoker 第一次寫 《Dracula》 愛爾蘭作家 在他描寫 所謂吸血鬼 因為牙齒不像現在 在犬齒裡 是在中間 沒錯 像司徒華一樣 對 那兩條 那兩條 門牙 就等於 那隻 蛇 蛇的那兩隻 門牙 就是一個歐 它就是那兩隻歐 搭到你的 靜脈血管 在那裏 刺穿你的 在那裏吸你的 所以 那個 吸著鬼 最初是這樣的 但是 後來拍戲 因為不漂亮 不漂亮 不漂亮 你也知道 不漂亮 而且那個 很詭秘的 是蛇 還有蛇頭鼠眼 就是 跟故事的角色 有一點出入 所以改了 後來覺得 例如 Brown Stoker 這套戲 《Nav Snado》 最初拍的時候 照觸魚鑼劇本 這隻 Dracula 很噁心 趕客 趕客 第一 它是臭的 因為 蝙蝠桶 捐出來 它是因為 充身瘦毛 不再三年不說 即是它不是人那麼簡單 還有一些瘦 手 手心 是有瘦毛 不止手有毛 手心有瘦毛 其實 那時候的人 使得 這些 精怪的 魔物 就是 野獸化 是不是有點像人狼 對 很像人狼 所以很多後來 是人狼 是親戚 老表 老表 親戚 待會我們再說 第二 它是 揚牙 像蛇一樣 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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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眼睛 是發光的 這個 跟狼 狗 野獸 形態 很像 還有一件事 就是它能夠變化 是 是 所以解得通 將來的殭屍 比較漂亮 後來是變化的 變化 可以變化 黑燕 又可以變成狗 尤其是狗 變成黑色的 黑狗 不是現在 我們看到 能吃的那隻 是一隻狼 狼 那樣的狗 所以 原來在小說裡 這個狗狗 很容易進入民間 是施虐的 但有一件事 它的規則很有趣 現在 這兩個規則 在現代吸血鬼的戲 已經不利用了 第一個 就是 它一定要問 我可不可以咬你 不是 進入你家 噢 進入家裡的門殘 你不讓我 不叫你進來 你是不能進來 所以它只能在外面 以我哀 我肚子 他不能夠進來 這是此其一 第二 所有吸血鬼 都是怕 十字架 光和十字架 和基督教的文化 是 不是經典十字架 聖水也可以 聖母的神像也可以 聖母的神像也可以 或者 神父的那條 那件衣服 和那條帶子 是做法事的時候的那條帶子 這個就是它的遊戲規則 還有一個遊戲規則 是誰定遊戲規則的 作者 作者 因為它是基督教耶教 專門找魔鬼出去搞 他說那是魔鬼 還有一個就是說 所有的吸血鬼 必定要在它本土之上 才可以 是很厲害的 寫了香港沒有運行 那怎樣搞到它本土有關係呢 它就是 全民自決 當然 當然 你不要永續《基本法》 但是 它還想到很困難的 是 Dracula去到英國的時候 他是東歐人來的 他是羅馬尼亞人 你怎可以去到英國 找食呢 過不了海 它整個一條叫 吃得飛 不是 它將那些本土的泥土 放在鞋子裡 它是踩著本土的泥土 穿著那雙鞋子 所以 它的法力仍然 沒有喪失 根據那雙鞋子 的本土 吸引它 本地泥 吸引它的法力 這個差不多現在 我想都沒有什麼應用 現在去到吸引新世紀 沒有這些是假的 因為太多規矩 那些觀眾在那裡煩 很煩 當時為什麼有這樣的劇本呢 我懷疑 因為很多人研究聖經 整本聖經都覺得魔鬼 都沒有害過人 只會引誘你 害得最多人就是上帝 以前你不聽話 又有兒子 什麼都做得出來 那些神符 真的沒有 唯有弄一隻東西出來 令人覺得魔鬼是一隻小子 是肆虐的那些人 這也是一個原因 Dracula 最初是一隻 而後來 就轉了它 做一個有 社會地位 即是著位的Kant 這個字用得好 就是Kant 這個字 在芝麻街裡 是一隻教數學 是 計數 計數 就是Kant 實際上 它不是Kant 它不是Kant 它是一個貴族 因為這個貴族 在1936年 那時候 拿到美國拍戲的時候 就轉了它的樣子 因為知道 還是那個有毛 很臭 趕客 沒有人喜歡看 尤其是當時 很多女人可以看電影 他們找了一個 有很重的匈牙利口音 是 Bella Couse 由它飾演 意大利的日文 Bella Couse 是匈牙利人 匈牙利裔 但它移民到美國 最初是做舞台 後來因為 它歪 最重要是英文 歪六口音 對 有異國風情 就叫了它做 做的時候 就要重新化妝 所以令到別人受歡迎的 年輕人 梳好頭 Gel Gel Tax 還有斗篷 斗篷 斗篷就是蝙蝠的造型 身手的時候就像是蝙蝠的造型 而且很合理 第一次你不說 起碼要找到女生 哪有找女生給你咬 還有女人 你要問她能不能讓她進你家 而且本身咬男人都不能出家 當然是接受不了 你又臭 你又整身毛 我怎會讓你進我家 你當然是工作才讓你進你家 所以要扭轉 扭轉 因為扭轉 把牙齒轉去犬齒 其實你想想 現在牙齒是咬不到血管 中間頂住 中間頂住 除非要剝中間就可以了 這樣就很... 很多手足 所以她們在這裏搖很久了 錯覺以為她們在打Karen 原來不是 你說的又不是完全沒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動作裡面 含了很多性的意思 啟示 為什麼呢 因為她把她的毒液 和你那個... 體液交流 對 體液交流 變成體液交流 是暗示性格 除了咬之後 還有什麼體液交流 就是你自己想想 是的 還有啊 她是把她的身份傳給你 即是她是無性的生殖 是 這個還是一個... 等於生了兒子 是的 他就是你兒子 又是你老婆 又是你老祖宗 又是你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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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的上司 即是好像繁殖那樣 是好像繁殖那樣 這個就變成了... 三重的暗示 所以... 凡是殭屍片 凡是吸血鬼片 必定... 那個女性是很性格的 很純粹 很純粹 一定是純粹的 因為她有性的含意 因為殭屍的牙子 不能飄出來 是的 咬不起來 真是的 撕不起來 撕不起來 但是中國有一個問題 很激 她沒有不搞形象 她不搞形象 只穿口衣服 我真的覺得很符合國情 不是國情 只是地區和地域文化 因為你看到中國那些 劃道府 道士叫你行東 行西 最重要是聽話 沒有個人意志 但是西方那些也不同 她的動力在他們那裡 她是零的主動權 她是一個最自由的人 而且還有 她有一個演化過程 她由一個無神神臭 哼哼 到後來 變成一個英俊的公爵 還是百爵呢 隨便 她看見人家懂得進步 人家懂得包裝 人家懂得貿易 人家懂得追求女 但是中國的殭屍 千篇一律 就是道士去睡覺 道府掉了 她才能夠動 如果不是 一個主動的被動 嘩 到了Juno拍那一套 都是做了道士 不知獎勁 她仍然不知道整個設計 當然這是想像的設計 反正也是想像 所以你說中國人要管的 連中國殭屍也要管 對 你想想 還有 由最初是中年人 是那個中年的Dracula 她慢慢變成英俊 越來越年輕 後來你知道 《Interview with Vampire》 就找了兩個 全美國最瘋的男人做的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就是 漂房 而且 她真的想想 還是這樣 擺公 已經不是這個世界的偶像 一定要英俊 而且最近有一套 不是英俊都超越了 因為英俊有些人覺得是娘 有些人不喜歡英俊 那個熱血喪男 那套真正 她把喪屍 不單止不喪 因為做了喪屍之後 愛情大師 鬼佬片那套 還有時間去聽膠唱片 還霸了機窗那幾個位置 有梳化 我打其他 那些 四位走著做什麼 還有我覺得吸血殭屍 西方的版本 他多多樣東西 就是 其實我幻想 我覺得像是一個社會控訴 是啊 正如是 即是說你基層的人 不斷地被上層的人剝削 而他剝削就等於吸血 是啊 而且你被他咬死 就算了 你明白嗎 還要承傳他 你還要不停地去滋養他 你用你的生命去滋養他 即是你去為他耕田 把你的牢藏物交給地主 而你生生世世逃不出這個魔咒 即是他有這個控訴在裡面 我覺得 但你中國那些就是 你曾經是奴隸 死了都還是奴隸 而且你一定要依靠一個 叫做道士 或者一個法力來 控制著這個殭屍 這個道士是奸的 你就死了 就立刻承判的人都奸了 這個也是一個 文化的看法 你的領導人是壞的 你真的承判後面的殭屍 沒有可能是好人 西方的吸血鬼 有一個 剛才你所說的 進化 進化 最初 這群吸血鬼 都是髒 垃圾的 為什麼呢 原來 在開始的時候 這個是1848年 第一次寫這個 《Brown Stoker》 因為他很害怕 因為已經開始有交通工具 有船 有火車 運行 他很害怕 東歐的農民 包圍城市 包圍他大的城市 例如法國巴黎 柯林 倫敦 因為 那些地方 是文明的 以及有建設的 那些人 只是 漆艦田 農民 有些人說 小龍DNA 他很害怕 那些人 入侵 入侵 他用了一個 比喻 剛才你所說的 他用了一個比喻 他用了一個比喻 一個比喻 嚇死人 嚇死那些文明人 就是鼠疫 所以 他在 他的故事裏 說 DRACULA 噴了一個棺材 之後 運到Demita 那艘船 去地中海 一直繞上去 英倫 去威比 的時候 一上岸 所有的水手都死了 不用問 不知為何 死於 從箱走出來的 是一群群老鼠 不是人 是米旗 是米旗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那時候 有一個 影響 就是 害怕 這群鼠疫 再來入侵 文明社會 因為 早三四八年 他曾經 黑死病 黑死病 死了三分一 歐洲人 死了三分一 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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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也嚴重 變成當東歐來的人 就是鼠疫 他又髒 又 生人無雙 這又是等於 當日 你記得 那群 黃蟲 先黃蟲 跟著是中東老 入侵歐洲 這個東歐婆 就贊成讓她入侵 那一段 就害得了 現在後悔了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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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東德人 馬來 不是西德人 是東德人 難怪 熟悉 所以現在她後悔了 她沒有她的口族是不後悔的 她沒有她的口族是不後悔的 但選舉她出來 選民是阻礙你 選舉她失利 不是她很嚴重 她現在已經散了 散了 她做了八年了 今年再做一個玩完 因為 你玩完不要緊 你不要連在歐洲也玩完 混蛋 因為唯一一個 在歐盟裏面 在歐盟裏面 只有一個頂一順 不是法國佬 不是英國佬 英國佬 就是德國佬 德國佬要頂一順 差不多一處晴天 頂著整個歐盟 不然又會散了 遲早散了 這堆難民可以玩死她 但這一堆是盲分瓦架 歐盟這件事 最慘的是雨傘門打不響 她打算吸納低的勞工 誰知道 原來人家不是跟她做老公 是做強姦犯 對 還有搶劫 還有做恐怖襲擊 其實她找一些女的 她強姦的隊長 或者志願軍 令她們沒有強姦的能力 就只是打工 沒有 沒有 即使她們 都沒有 都沒有 她們還是真主偉大 真主萬歲 為何只真主偉大 這是一個文化 最基本的衝突 沒有啊 只有金融業和解貧 大家都自在業 最慘的是 人家不是強行走來 我們又要說 香港都有些邪惡老人 十七種語言 十七種 翻譯多幾個 OK 現在問題是 你想接納爛民 沒有問題 但是 你不能夠在你的位置 不需要這樣做 整個國家 香港 德國 連整個歐洲 都要跟你共同承擔 你下台後就沒事 接你爛灘子 下一個混蛋 很可憐 而且德國都糟糕 歐洲更加慘 無緣無故 德國就有很多銀彈 其他人沒有 那怎麼辦 其實這件事很可憐 剛才提到 吸血鬼這個形象 是一個對當年 或者現在的 一種描寫 是官員 或者地主 地產商 吸血鬼不是來自歐洲 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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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後再說 有原因 剛才你說的議長 最多是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說 瑪麗王后是一隻女吸血鬼 她是吸引人民的血 當然她不是說這個人 不是說血 她是吸引人民的血汗 她最重要是貴族 和莊園原主 這些人就等於我們中國的大地主 又等於香港的地產大血 又等於美國的摩根斯丹利 沒錯 那些人本身就是一個吸血鬼 對不起 又不完全一樣 因為為什麼呢 美國起碼是有自由流動 和能夠有上游的機會 即是你普通一個大學生 即是你大學生 你也有機會可以讀得好 可以入到摩根斯丹利 你可以向上移動 但吸血技師並不是向上移動 即是你給那些 信用卡已經是一個吸血的工具 很多都是 是窮人請有錢人吃飯 一向都是 這個呢 即是等於近時用一個比喻 就是老鼠牙 他說老鼠為何這麼欺騙人 因為老鼠的牙齒 是不會長大之後就停 不停地咬東西 我們吃完牙齒 我們吃完牙齒 這麼長時間牙齒不動 十幾歲就不動 不動 但是老鼠牙齒 不停地生 不停地生 如果牙齒不去咬東西 牙齒自己刺死自己 插穿自己下落 沒有一隻老鼠是會這麼仁慈 為了你們人類的射身情人 所以牠一定會咬東西 牠咬東西就是磨牙齒 所以牙齒不要再生長 慘牙齒的下落 即是貓會在東西一樣 牠一定要長大的 一定要長大 吞血鬼一樣 共產黨也是 很多都是 納粹也是 納粹收了皮 共產黨還在 所有的吸血鬼 牠就是自動生出來 牠一定要吸血 牠飢餓 牠需要維持生命 牠需要維持生命 牠不能吃東西 第二 牠吸血後 不是等於牠的命會保持 是牠無論如何都要吸血 一定要消耗 不是 牠有一個更加重要的點 牠有一個叫做 就是永遠無法滿足的飢館 牠不是說 我餓吃了 一天三餐就可以頂到八個小時 不是這樣 牠不停地要吸血 因為牠就壓制不了 這是天生的一種 惡性 惡性來的 天然的惡 是沒有發展 整回正 唯一的方法就是消滅 你不消滅牠 牠會消滅你 你給美砂糖 牠也沒有用 沒有用的 所以給茶包喝也沒有用 所以後來在美國拍了一個劇集 叫做Tru Bud 你有聽過嗎 Tru Bud 叫做一個美國的電視劇 我都看過了 Tru Bud 日本人發明了一種人工血 吸血薑屍 吸血薑屍 很深的薑屍 吃齋的吸血 牠就吃這隻 吸血薑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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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派一定死都不想吃齋 一派是菜蘭 一派就說我改過自身 我要去做福 起碼第一件事是需要血 但我不用人的血 可不可以用動物血呢 他又說可以 但動物血有一個不好處就是 沒有精力 手軟腳軟 不可以用手軟腳軟 所以他一定 在這兩個 他對頭有一群好的吸血鬼的心目中 他究竟選擇 自己吃齋的血 還是人的血 之間糾纏 初一十五 他又沒有想到初一十五 或者是死囚失給我吃 那個是生日月 那是紅星星 另外他有一個 剛才我們比較 中國的殭屍 跳來跳去 最多是搞滑溪的戲劇 他不懂得搞愛情 但他不會有愛情 中國的殭屍怎麼愛情 這樣樣子 離遠 嘴又嘴不到 他這個最重要是因為 在那時候的筆記書說 人死了就是僵硬 他們的手肘 腳肘 腳腳是不懂得彎 於是他必定要這樣跳 他不懂得走 因為他的腳不懂得彎 那條腰才有力才能跳到 那條腰也不硬 總之他的邏輯就是這樣 但是呢 在西方 行動自如還會飛 在西方之外 他沒有靈魂 但是他有愛 他有想法 他沒有想法 怎麼去追求女生 還有愛情 現在新寫的 例如新世紀 Bella 悶到慌 但是這樣 你要想一下 為什麼在北美 那些年輕人喜歡看 年輕人都看過 我知道 那些肥女最喜歡 因為很少被人嘴 男子很英俊 對 焗嘴 要吸血 在東方 譬如我們看英文小說 是很悶的 但是在那裡 那本書未出 已經排定了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北美沒有韓劇 就是這樣解釋 其實是韓劇 香港的肥司 例如你的前度女友 他譯容給我聽 你覺得下巴這樣下 我們今天玩舞隊 你住在廣播唱歌 我們不要笑人 我沒有 我覺得很有下巴 為什麼沒有韓劇 因為 你大不了中年之後 二十五歲之後 孤密論你結了昏味 你都感受到世界的冷漠 和殘酷 你的愛情 你的幻想 你的天真 你的浪漫 都隨之而逆減 但是 其實你內心深處 韓劇就填滿了這個空虛 我覺得是AV 還可以嗎 因為那些AV人 又肥佬 又馬佬 又突突 也有美女給他搞 殭屍也是 他肚餓 肥妹又搞 豆皮又搞 什麼都搞 因為他的動機 就是要預熱血 我覺得不同 只是拿你的血 不是拿你的樣子 我覺得不同 分別是什麼 就是AV很多人 大家看到 是搞完 自死不相往來 很多是坐車 但是殭屍 一兩個人 然後在街上 不知道什麼 但是殭屍不同 殭屍他咬了你之後 他就是你的下線 是啊 立刻是你的 痴漢之後 就變成痴女 他一輩子跟著你 老闆 不是 痴漢 搞完的女生 變成痴女 又會搞人 但是他永遠都會看到 痴女 你明白嗎 痴女還說 為什麼你咬了我一次 你不再咬我 不是 痴女走出去搞無辜的少男 不知道什麼叫痴女 嗯 不知道 我同意你的 痴漢我知道 我同意你的意思 但是還有一個 可能 比較深的角度 原來在北美 原來美女 這些年輕人 真的很難找到好的丈夫 為什麼呢 香港也是超小的北美 香港也是韓劇 回頭 但是韓劇 為什麼有一個老公 或者一個好的老公 不是這麼容易找 有一個幻想 田滿的幻想空間 這個幻想不只是一個 靚仔的幻想 當然要加上靚仔 自死不如的愛情 對 只有 只有 那種這樣的人 即是殭屍的性格的人 只可以給到一個 自死不如 因為你死了也沒有死 愛到死 但你死了就不用愛 還有最後 他寧願獻身 我做殭屍 如果不是 我都不能夠和你一起 所以 找不到一個好的歸叔 或者好的男人 他寧寧於一個超能力的人 這個能力 你看一場戲很簡單 他帶他到他家 他的醫生 可以和他周圍飛 什麼鬼從林都飛 白癡 這樣 他這個就是 其實是一種幻想 那個少女的幻想 這個男人是很厲害很厲害的 在現實生活中 尤其他在小鎮裡生活 周圍都是傻佬 蠢才 你看到那些中國人 在紐西安娜 尤其他都沒有去過 都不知道什麼世界 還要開一輛爛鬼車 漂亮的車都沒有 所以 他就是一種 我們說 叫做 什麼女兒 成女 什麼蜜 乾蜜什麼女兒 不知道 日本字 那些就是 找不到好的 不要說老公 找不到好的拖友的一種幻想 OK 所以 就去了 這個 南疆屍 南吸血鬼的身上 變成 將他忌情在那裡 一個能力好些 又英俊 又 有 我們說 有仗義之心 即是像一個男人的人 是 真可憐 為什麼呢 這個世界 很多 樣子是男人 實際上 不是男人的人 幻想多了男人 其實是怎樣的 那些就是真正的男人 他當那些是真正的男人 那些是幻想中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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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真正的男人 那些就是 那些就是 那些是人類追求的特性 那些是廢柴 那些 那些 只是懂得賺錢 只是懂得回來 阿知阿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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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自大 很厲害 又發肥又低 又不良仔 身材又不好 又沒有腹肌 什麼都差 又孤寒又酷叔 又黑人爭 阿知阿捉 好地地 一枝煎花 插在這些 牛糞不如的男人身上 他插你 又不是你插他 真可憐 所以那些 那些鬼佬就過了來蘭桂坊 是嗎 香港的港女 很琴青的見到鬼佬 所以那些鬼佬都幻想了 幻想是有一種這樣的人 他有一個寄託 那些年輕人 情鬥初開的 已經 排隊買書 在那裡找 你說死不死 小時候那些 就靠Harry Potter 來瞞了一個幻想 人的 不是追求的 去到青少年發育 就對這個 飛來飛去 自死不如的 俊男愛情 有幻想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 一打開這件事 就看到Donald Trump 對 那就是 似姑娘 你有沒有幻想過 將香港 中國殭屍改革 在你的劇本裏 太多製造 可以改革 但是 又擔心 那些人不接受 這是中國人的 可以結合現在的科技 例如把薑飾 打斷了 手腳 做人工教 變成 六千萬人 還有說很反叛的 對 自己說自己的事 就行了 沒錯 這個 我又問過 有些神秘學的 在美國的朋友 他們 答到這個問題給我 跟我完全的想法一樣 但當時我不確定 不肯定 我說 中國的殭屍 中國的殭屍 或一個道士 貼一條黃符 在額頭上 唸一咒語 這些殭屍就不動了 這件事可不可以拿去 吸血鬼 吸血鬼 就說怕聖水 剛才說了 因為他爺教的傳統 但怕不怕 中國貼到腹 當然不怕 原來是不怕 當然不怕 換句話說 很簡單 如果不怕 就是一個conclusion 不識字 不識文化 不同文化 有不同鬼的故事 即是說 可能這個世界沒有鬼 是文化上引致出來 這是一定有為由的規則 要惡是沒有劇情 如果有由的規則 在特定的時間 特定的空間 特定的文化底下 會有折生效 換句話說 現在 在現代社會 在都市裏面 如果有個殭屍出來 這個道士拿著黃符 都未必可以控制到它 因為那個年代是清末 現在已經是民國又後 共產黨又來過 成百年了 你仍然是果之乎 能否貼到鬼呢 現在都沒有豬三蟹 現在都沒有 改了假的東西 所以現在沒有用 即是沒有用 即是沒有用 倒轉 即是跟現在政府一樣 以前以為 現在都變了 對 倒轉 能不能用耶教的聖水 或者法醫 或者聖經 可以制得到 中國的殭屍 現在又可能可以 因為中國的殭屍 很多中國人都會上教會 那些官 那些殭屍死的時候 是清朝 我知道 但現在生產的殭屍 現在變成殭屍的型號 如果現在殭屍 就不會穿清裝 都是穿西裝 那不像殭屍 是鬼 這些很有趣的劇本 是的 可以做到過癮的 即是你想想 薑絲在公路上跳跳 突然被車撞到 那個人又像人一樣救 鋸鎖在手腳 換了新的手腳 原來是法力中優 這個加起來 就是Franconstan 這個科學怪人的方法 當年科學怪人 是一個十八歲的女生寫的 這個就是後來嫁給Surley的人 叫Mary Surley 那怎樣解讀呢 是科學怪人 因為有被人侵犯過 不是 最重要的是 當時有一個觀念 這是什麼 是一個很反叛的少女 她後來是吃鴉片煙 在海浸死 二十幾歲而已 二十幾歲就死了 十八歲寫小說 十八歲 她在那晚裡 在一個風雨之夜 幾個人 包括 巴倫就是 英國的大作家 中文我忘記叫什麼 不緊要 還有她那個同性院的醫生 巴多利 還有Surley Surley Surley就是雪萊 英國的私人 還有 Mary兩姐妹 去了那裡旅行 就準備在瑞士的壺裡 在瑞士的壺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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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那裡 還沒有拆開 在那裡 有壺裡 誰知道那天晚上下大雨 中文叫巴倫 誰知道那天晚上下大雨 誰知道那天晚上下大雨 行雷閃電 他們不能出去 他就圍在了一個廳裡 就說 大家講一個鬼故 就是你這樣 大家照顧 講一個鬼故 這個Surley 就發表了所 Surley 就講了他這個鬼故 科怪人 就是Franckinstein Franckinstein 不是等於那種東西 那個東西沒有名字 Franckinstein就是做科家 對 他最重要 他後面的主題想說什麼 就是反宗教 不僅是上帝會做人 人都會做人 人都會做人 如果人做了人 是一個悲劇 這個人做出來 沒有靈魂 他有靈魂也會死 因為全世界人 不讓人接受 沒錯 就當他是怪物 可能他小時候 經常說一些聰明 聰明那頭 也有這個感覺 可能就是 他那個人 Franckinstein 是科學做出來的 是在一個斷頭台 在一個刑場裡 撿回來 就把很多其他的腦 他的腦就是那個犯 但實際上 已經洗了腦 已經是沒有了邪惡 電力的方便了 對 那些手腳腳 再撞起來之後 就用了那個時候 認為萬能的電力 通了電力 通了電力 就認爲不行 這樣就 嘶嘶嘶嘶嘶 嘶嘶到他 變成了 生出來的 但這個邪惡怪人 全村人 就追忌他 後來抓他 抓他之後 就趕到封車裡 然後下面的人 就不理審訊 未經審訊 燒了封車去 他認爲 怎樣可以使得 一個怪物 永遠消失 就是燒了 即是吸入鬼也是 薑屍也是 唯一可以方法 但薑屍也是荔枝柴 荔枝柴 荔枝柴 燒鴨也是 燒我 燒我也是 但是你想想 其實他在說 一個什麼暗示呢 就是 原來人 可以自己製造 人的這種生物 不只是上帝也可以 人也可以 這件事 別說 未必不對 現在的空力 可能做到 其實已經做了 大家不敢說 可能你也是 你可能是一個空出來的人 應該不是 有一部電影 因為我認識我爸爸 有一部電影 Evan McGregor 和Scarlett Johansson 他就是說一群人在島上 天真萬難 天真萬難 很開心的 每天都無憂無慮 每天都有人中獎 然後去一個島 從此過著美好的生活 那是他們的理想 但其實 所謂中獎那群人 就是 因為他老闆要換東西 老闆需要換東西 要換東西 所以拿了他的拍檔來換 即是每一個有錢 有權勢的人 你支付到的 你都能夠有自己的 隨時準備好 就是車換部分 沒有所謂 這個雖然還有一個意思 原來 人 以為那隻是禽獸 以為那個魔鬼 其實自己是 為什麼 人人都未經審訊 他的手段太慘了 未經證實 他是不是害人 他是不是一個 他樣子比較壞 但是因為他是人 不做出來的人 於是就是一個仇恨 他一定要對死他為止 但這些東西 這麼經典 這麼多年的 有人發表過 這個 令到那些人發人心醒 但到今時今日 那些道德審判人 那些人 都還站在那裡 都沒有改變過 他就說 聖經就說不要擲石 誰第一個擲石 現在都照擲 現在都擲 這麽薩利是十八歲 十八九歲的女生 可以寫一個 現在百多年後 仍然好像你說 看到的意思 的小說 那套小說好 不是因為她害怕 而是因為她裡頭的含意 所以我覺得要針對性 鼓勵讀得多書的人 真的要了解一下書裡面 他一定有意思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都很喜歡讀書 甚至乎有些節目 那個人讀完本書 讀完一次出來 但我平時的生活 就是說那個人 就很不理性 有很多 讀壞書 有叫做讀書死 有很多人 她不能夠明白你 讀書是考試而已 讀來拿個名字而已 讀來讓人知道自己讀了 這是最重要的 我記得發抖發抖 說得好像自己 那本書 但其實她是讀完出來 我認識的人更有趣 讀幾本不同的書 大家都有些出入 講同一件事 但在這個節目說出來 幾件事的邏輯都錯了 即是A說到A 應該是C 反過來 即是很糟糕的 有很多這種人 讀壞書 讀屎片 今晚差不多 你夠鐘了 很快去 但又再補充來說 因為 這個除了西方 東方之外 還有很多含意 這個吸血鬼 我們找一集說 因為我看過不同文明 都有類似 說一種吸血的生物 是呀 很難 菲律賓也有 西班牙周圍也有 馬來西亞也有 是 是 是不同形態 但都是吸血的 沒錯 好 那第二集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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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